这是我家里目前在用的护肤品收纳盒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正常的话会把这些护肤品就那么数值的放在里面 但是每次打扫卫生或者擦桌子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小的瓶瓶罐罐给弄倒掉 然后我就需要把它重新给浮起来 这个的话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常用的精益泡棉 然后在上面裁切出不同的格子大小 然后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在泡棉上面挖一些洞来放置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打扫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 来把它给扶正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放置精益泡棉之后 每一个瓶瓶罐罐都会有了它自己对应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这种小的特别这种小的就不是特不容易倾倒 就减少了打扫过程中的一个多余动作的浪费 这就是我对收纳柜的一个建议 这种东西 我们也知道 感谢观看